自詩為快樂科技人的邱再興 他叱咤科技產業將近十六年 現在他不做科技董事長 轉而深耕文化產業 他資助藝術家創作 在北投成立了鳳甲美術館 還開辦藝術美學課程 打造一個親近社區民眾的美術館 邱再興還收藏了很多 臺灣藝術家的油畫 以及罕見的精緻刺繡 這裡是美術館的秘密空間 不開放參觀 猶如圖書館直立式的收藏架 都是邱再興的藝術收藏 這些都是很棒的次序 邱再興收藏許多精緻的刺繡 一件作品兩種面貌的全藝繡 還有能繡出米粒大小的字 邱再興都如數家珍 他熱愛藝術還成立鳳甲美術館 那我希望最重要是交易社區民眾 讓民眾很容易都進去美術館 因為雖然有比如說 邊邊管那些大美術館 但是一般民眾要踏進美術館 心裡上面都好像有主力 因為覺得美術館是高不可攀的 那我在這邊我那時候一個slogan就是 穿著拖鞋也可以到美術館 那美術很... 就是讓這邊的人很容易就踏入美術館 1990年邱再興從科技產業的高峰退下 轉而深根文化產業 首先成立春秋月籍 鼓勵台灣作曲家創作 陸續獲得文心獎 台北文化獎 2014年還貨班交大名譽博士學位 邱再興以父親名字命名的鳳甲美術館 作風自由百無禁忌 還策劃一系列的創新錄像展 首要還是讓藝術家進來 我自己到現在我沒有機會掌我的東西 所以我就在這邊 我就盡量展開讓新的藝術能夠進來 比如說我們這幾年來我們推展了幾個 第一個我們是當代藝術 我們是最早帶進來 第二個就是科技藝術 以前誰也沒有聽過科技藝術 科技藝術事實上是我們起的名字了 從當代藝術到科技藝術 已經舉辦到第四屆的國際錄像展 鬼魂的回返 還獲得台新藝術獎的提名 曾受邀到香港西班牙等地展出 成果勇目共睹 秋在新海積極培養新銳藝術家 不僅提供場地也提供資金 科技藝術你要有電腦你要有 要有好多好多的東西在 所以要投資蠻大的 所以那時候要投資也蠻辛苦的 因為對一些畢業生來說 畢業生才是最有創力的 所以我那時候想好了 如果說單單錢的問題我來想辦法 一手推動台灣科技產業 1990年秋在新轉而深耕一文 他最近推出新書暢談自己的舍得哲學 我以前買很多藝術品 但是從有鳳甲以後 我這些錢已經用在鳳甲了 所以不買 少買這些藝術品 但是我心裡得到的收穫 那比那個要大得多了 所以我覺得我自己覺得說 我們捨得一些東西 但是我自己真的是得到的是 是更多更多的 以科技拓展事業 他用人文藝術回饋社會 秋在新追求的是快樂的人生之夜